其實古堡呢可以說是做這個芋蓉傘起家的 他們早期就是因為發現了這個芋蓉傘的配方 然後當時是做了芋蓉傘皂 那很多人洗了之後皮膚都變白 芋蓉皂裡面就是有芋蓉傘 那以前他們是把它磨成粉 那後來因為不是開始有這個所謂奈米化的技術 就是這個我們可以把很多東西都磨成分子 非常小非常小非常小的分子 到奈米這麼小的分子 然後呢他們再把這個奈米化的東西呢 奈米化的芋蓉傘再加到我們的這個配方裡面去 所以就做成了這顆棗 可是這個配方本身非常好 我們後來在研發面膜的時候 我們就研發了這個芋蓉傘的潤白面膜 它這裡面就有芋蓉傘的奈米化的精華液在裡面 因為芋蓉傘它是磁吸太厚的配方 大家知道磁吸太厚是什麼膚質嗎 油肌 沒錯 我一直想說磁吸太厚應該是那個乾性的皮膚才對 因為它年紀不是比較大嗎 但是沒有它其實是油肌 所以它從年輕的時候就會長很多的瘡 所以你要知道只要是針對磁吸太厚的配方 基本上都是要控油跟除瘡的 只要你把油水控制好之後呢 它的那個瘡的現象就會減緩了 那為什麼會黑 就是因為它臉一直出油 在臉上我看過很多人抹這樣子的配方說皮膚有變白 這個沒有什麼好訝異的 因為本來磁吸太厚就是因為這樣變白的 我要求這一款它一定要能夠讓它的精華液進到我的皮膚裡面 因為這樣子我才會受到滋潤 我們皮膚中間是有間隙的喔 好不是只有毛細口 我們皮膚中間也是有間隙的 它的這個奈米已經比這個皮膚間隙要更小 所以它就很容易進入到你皮膚 所以現在有很多離子化的產品 如果說它是拿來做護膚的我覺得非常棒 因為它可以深入到比較 它可以比較快速進入到你皮膚 那像它這個浴蓉傘 它本來就是一個天然的中藥的中藥材的配方嘛 那中藥材裡面我記得好像有一項還是兩項不能用在美容用品上面 政府有規定是不能用的 所以我們是有把那兩樣是拿掉的 那其他的配方都在這裡面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個 我覺得敷了之後真的非常白 而且水分能夠補給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非常乾的皮膚 我其實很建議你來買這個 因為這個跟其他市面上的面膜 敷起來真的完全不一樣 就是這樣